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大家報告一下 南灣好直地這個專案社群 大概過去一兩個月 有目前在工作的進度這樣子 不過好直地這個專案 其實希望就是找地方種樹 所以我們大概透過一些資料的道點跟分析 去找到一些還可以種樹的地點 這個地點有可能會在海岸邊 或者也有可能在河岸的旁邊 或者是說在市區的大的公園等等 那我們希望找到空間 然後讓這個相關的政府單位 還有公務門可以看到這個機會 那其實民間也有不同的 阿韓社會部門會想要來參與 這樣種樹的行業 我們透過大概是衛星的資料 從整個國土的指路 去了解到大樹跟光合中 比較旺盛的地方在哪邊 但其實是希望找到比較不旺盛 光合中不旺盛的地方 同時間它又是公園的用地 或水利用地 或者是海岸法的海岸嶺的用地等等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很簡單的試算說 其實還有滿多種植的機會 透過工程師朋友 還有諮詢的成員們 去處理這些地理資料 OK 那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概今年3月有實際在一個實際的基地 透過這樣的資料查导的方式 找到一塊地點 那也進行幾次的動作 那有一塊地是在平鎮 桃園平鎮的運動公寓的時候 實際上它雖然是運動公寓 同時間它也是國道1號 跟這個交通部高速公共管理局 相關的這個高架橋樑下面的空間 不過它這個應該有30公尺高 所以就比較不影響到地面的使用 所以一般來說就是已經是開放的空間 那也可以看到畫面上 它的數目沒有那麼多 比較多草地的部分 那我們就跟桃園市政府 還有這個這次期待在這邊指數的單位 是台積電磁戰基金會 大家可能就約一間的時間 來看一下我們這邊是 這個角落的狀況或等等 那同時先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他們 好像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挖一點點土來看看它的土質 所以就現場就做土壤的測量跟檢測 那實際上因為大致上都沒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前期就已經透過資料 大家看過它的潛力的機會 所以在3月12的時候 市政府跟基金會就合作 做一個指數的工作 那他也邀請地區有一個國小的學生班級 一起來參加 包含他們台積電的員工 所以會看到他們當天就進行指數 那主要我們在分析上 其實就是會建議說 剛才看到比較空曠的地方 在指數的策略 一方面是我們找人比較不會使用到 所以剛才看到他們沒有所謂的遊具或遊戲的衝突 另外一方面就是希望樹冠 走到旁邊的樹冠跟邊界的樹冠 透過我們的補值把它變成一個連續的樹葉 那這樣子的話 對人來說 未來也可以做一些休憩的步道 走在樹林裡面 那當然這需要時間 就縱止今 三月已經中了 不過可能還是要五六年或者八年 甚至十年以後 這樣景象的更具體 那這個邊界連結是有他一個地景的意義在 因為他旁邊是一個 桃園滿特殊的地景 叫做癌線 這個癌線通常就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斜坡 從遠處看 你會覺得好像一個很厚的一個綠帶 大概可能有的很高 有的高度沒有那麼高 不過它是一個很連續的一個地跡 實際上整個桃園 它的癌線大概有七到八條 也就是說我們可能在都市公園裡面 有一種叫做中央綠帶這種概念 可是在桃園呢 它可能就叫做這個綠帶的癌線 因為我們在平鎮園運動公園的上面 如果你往上走 就會走到台積電的另外一個場 那往下走就會經過 例如說中央大學 還有輕浮運動公園 那這是一個連續型的地景 我挑另外一個矮波的照片 空外照片跟大家分享 所以它大致上是一個這樣很連續的地景 所以剛才在那個區位中处 對於這樣的地景的增厚是有個意義的 那這是可以前期透過資料分析跟套碟 去表現它的價值 那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我們第一階段初步篩的一些用地 還放在地圖上面 那我後面很快的提一下 那其他攝取的朋友們也在做的部分 例如說有的部分就是可能 或許種植是為了生物來種 所以可能就要搭配 像I-NASIS的工藝調查的生物資料 來看看這一塊地 有沒有什麼樣的生物需求 或者是像這個是I-NASIS的一個工具 那如果對這種願景工具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聯繫這兩位朋友 還有像是比較這個數位模擬的分析 做環境分析的一個軟體 那另外就是 如果你對於標注文件有興趣的話 例如說這樣的一個新聞 直訴新聞可以進行做標注 還有如果你住在高雄 你可以找這一位 所以你再一次他想要營養這個工具 以上是我們的進度分享 謝謝 好 謝謝各位 好 那下一個的話 各位客人